体量涨幅 一程习惯贵了 文东人也要探查 文东八日训 百物腾涨 传统咖啡店 奶茶和咖啡随之调涨 但无组茶客探查的习惯 茶客表明蓄意平时心 尝好茶 文东一些传统茶室和饮食中心 以调整奶茶和咖啡价格 一些预算在明年1月1日起价 饮料 面包和鸡蛋料调整10仙至20仙不等 玻璃口新村 荣发茶室冬主罗士森指出 两三个月前各种食材已开始起价 他打算明年1月1日才开始起价 预算每样起20仙 利巴市新村 东基海茶室冬主福气伦指出 该店从12月起调整所有饮料和食品价格 每样起20仙 顾客也理解 我的店在新村 顾客除了村民 也有一些都赖路居民 都是熟客 虽然已经起价 他们会给予支持 没有因为起价而不再倒来喝茶 金马苏大乌美食方东主 韩世荣说 该饮食中心 在可以唐食开始营业时 每样饮料都调整起时鲜 所以在短期内不会涨价 虽然调整价格 顾客也是支持 这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